我是中国共赢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在今年毛主席诞辰128周年的日子里 我读过这么一句话 只有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希望 对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 依然充满信心的人 才会怀念毛泽东 看我节目的朋友 我想问你一句话 在毛主席诞辰纪念日的时候 你从心里边会有一种对毛主席的感念之情 会怀念毛主席吗 如果你有这么一份情感 那就用一句 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怎么说的话 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同志 志同而道合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基础 我们都热爱毛主席 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是 郭松明文章里面的一句话 这一句话我一看 鼻子又发酸 感动 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再加上疫情肆虐 大家的心情都有点低沉 唯独对毛主席的思念 对毛主席的缅怀 不仅热度丝毫不减 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郭松明最新写了一篇文章 开篇就是这样的句子 我周围有人 我周围两个人 一个山东的朋友 还有一个北京海淀的朋友 他们要去烧山 我说疫情期间去 他说去呀 因为每年都去 我说你去做什么呀 他说也做不了什么 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 他去每年毛主席丹臣的日子 然后去烧山广场 他去感受那种呢 那种场面 那种彼此 彼此感动 那种氛围 那种面对毛主席 老累长流 那份虔诚 我们这社会 物质生活条件 较至以前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但是有人 总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心里缺点什么 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是一种圣洁感 一种纯粹的感觉 为理想和热望 现身的 那样一种激情 我是完全理解 这两位朋友的 我跟他们去过一回 去那一回呢 去烧山 还去潮山学校 还有一些当地的 这个老年村民 他们的活动的地方 去给人做捐赠 我是觉得 热爱毛主席的人们 到一起的时候 除了谈论的是毛主席 更重要的是 思想行为都不免 向这个方向靠拢 去烧山 跟那些学校的孩子们 送一些冬天的 高科技的取暖设备 那次印象很深 说起来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多年 一直坚持 每年都去 毛主席之所以值得我们怀念 除了刚才 郭松明说的这个原因之外 我还见到 刘润维先生 写了一段话 他说 在人民看来 毛泽东 使他们永远的骄傲 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 其品格 虽诸风不足以夺气高 其思想 虽大海不足以夺气深 其功勋 虽日月不足以夺气光 像这样优美的 这种纯美的深情的句子 说给毛主席 我们觉得 还应该有更美的句子 这些句子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 很有文学修养 很有能力 甚至一些出生忘死的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边 流血牺牲 战场上下来的老英雄的话 有一个 从抗明朝战场上下来的老军人 黄学路将军 中将济南军区老政委 他说中外的历史上 刘清白闪过的众多的 这种风云人物 大多数都是创造局部的业绩 留下绚烂 瞬间的绚烂 但是毛主席 作为太阳式的历史巨人 却代表和塑造了 整整一个时代的辉煌 毛主席创造的 红叶伟绩 永在实测 永远闪烁在时空画卷 和人民的记忆当中 最重要的是人民的记忆 人民怀念 人们记忆 人们说到毛主席的时候 就有赶天动地的 那样一种情绪状态 容易吗 不容易啊 谁能做得到啊 郭宋明说 但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更多的是普通人呢 虽然他们不能把自己所思所想 用这种 黄学路将军 刘润梅先生 这样的真情 情真意切的 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 但是 老百姓会用更加深情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怀念 比方说 有人在默默在胸前 别一枚像张 有人轻声的哼唱 自己熟悉的那些红歌 有人在毛主席向前 敬谢与熟现话 说到这儿 我让我想起来 我在北京 每年毛主席生日的时候 联系好多年 十多年主持 纪念毛主席的活动 那主要是 中南海的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些老同志 他们组织的活动 组织活动的时候 通常是有一位老同志 说今天毛主席又过生日了 咱们替毛主席 吃一碗寿面吧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 没有华丽的辞早 没有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站到那 然后高一声 低一声 甚至照着稿念 那种的巨套子 没有 主席过生日 召集大家来 今天咱们吃一碗寿面吧 有的时候啊 形势很重要 形势本身就重要 一个出租司机 挂着毛主席的像 我去新疆的时候 新疆那个老乡啊 少数民族老乡 家里面挂着毛主席的像 这不是形势吗 这形势本身就是内容 但是也有的时候 向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 给毛主席过生日 12月26号 然后呢 大家聚到这来 咱们主席过生日 咱们吃一碗寿面吧 这种朴素的表白 胜过 窃言万语 所以主持毛主席的 诞辰的这个纪念活动 我每次我都是 因为我话多 我只是说话 碎 我老觉得老同志 表达这种朴素感情的时候 他们那种表达的本真啊 我们这些话言巧语的 我喜欢胡说八道的人 这些你 怎么能和尚拍 我老是觉着 我要救护着 就是要以这些老同志那种感觉 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接下来当然是唱歌跳舞了 当然是大家来表演了 也是非常深情 非常非常感动的 郭松明今天的文章里面 说了一个观点非常好 他说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怀念毛泽东是怀念一个时代 同时也是表达对未来的想法 因为有人经常这么说 说你怀念毛主席 想回到过去吗 不是要回到过去 是怀念一个时代 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 怀念人和人之间 有纯真的同志关系的 那样一个岁月 但是郭松明讲的重要观点 同时也在表达一种 对未来的向往 向往什么呀 也许我们可以把人类进入阶级以来的历史 简单的划分为两类 一类 少数人剥剥削多数人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少数人压迫多数人 第二类 多数人统治少数人 我喜欢郭松明的文章 就是因为郭松明经常用这种特别简单的逻辑 讲一个道理 道理不是说花了 说炫了 说到别人听不懂了 才能征服人 有的时候道理很简单 反倒让你思考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第一种情况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欺负多数人 剥削多数人 卑微的 低贱的 没靠山的 没关系的 最普通的老百姓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云云众生 他们被人家欺负呀 只有极少数的时间 例如毛泽东时代 属于第二种情况 这是郭松明的判断 我以我人生66年的经历 前多少年 后多少年 差不多吧 我倾向认为 郭松明说的大体上是个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 毛泽东时代 是相当 反常的 要打引号 反常 就是和绝大多数时代 不太一样 和历史上的一切时代 都有本质区别 说毛泽东时代 是多数人 统治少数人 这是空话吗 不是 是意美之词吗 不是 而是指当年的一切制度安排 一切政策制定 首先考虑 首先服务的是 劳动群众阶级 是大多数人 比方说 像这样的制度和政策 我们可以罗列出很多 包括 包括生产资料 全面所有制 生产资料 集体所有制 为劳动者参加企业管理 开辟的道路 著名的安纲宪法 两餐一改三结合 很多人不知道 安纲宪法是什么 安纲宪法 两餐一改三结合 两餐一改三结合 是什么呀 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三结合 干部 科技人员 群众 工人 三结合 安纲宪法 就是说这件事顶重要 重要到带有根本性 有一次我和辽宁 那个老工人说到这事 他说说他哭了 没说别的 那说什么就哭了 他一哭 弄得我们都不舒服 酒桌上 来了 还没喝呢 不是说喝酒 有人喝酒 喝着 喝着赖了巴基的 尿好 就开始哭了 不是 说他现在混得还不错 他后来除了 做了点小生意 发财了 但是他们家 哥几个 老哥几个忘了 哥几个了 反正下岗了 多数人混得不怎么样 过去都在安纲吃饭 都是安纲 过去主人公 他们哥几个也出去 给别人打工 他说啊 他们家哥几个都是好手艺 都是好老 工厂里面都是骨干 甚至还有车间副主任 但是呢 除了给别人打工 别的事都还好 这手技术很硬 跟别人打交道 都有能力 就是受不了那个气 他说他妈的 他骂他原来 怎么说来着 好像是他徒弟的徒弟 还远方的亲戚 怎么东西 反正是 就算那个小王八蛋 有了钱以后 然后怎么怎么 他说是咽不下这口气 大家就劝他 你是现在 你必须的尊重老板 人家是企业家 你在人手下打工 必须怎么着 说说 他就戒了 戒了 不是跟酒桌上的人戒 就哭了 他就说 当年安刚宪法 我们安刚当工人 就没有人敢对我们工人这样 嗨 这话真是啊 一下就点到一个柔软的地方 喝酒喝酒喝酒 你说这叫喝的 按照郭村民的说法 过去包括 安刚下法在那种农村的 赤脚医生制度 70年代的工农兵上大学制度 着眼于提高整个工人阶级 政治水平的 721工人大学制度 武器道路 是吧 好多后来被工知呢 起劲妖魔化 工知的东西 你说这个东西 作为新事物有局限性 也不是不可以讨论 但是你把它抹成一团黑 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也许这里边有些闪光的东西吧 没经历过的人 你光听过别人黑他 你当然觉着一说武器干校 好 武器干校迫害 牛棚 还有几个呢 高级知识分子 写了几本书 然后就把它武器干校描绘成一团黑呀 但是你知道我们乡下的老乡怎么看吗 我们这些普通的农民 哪有条件去武器干校啊 武器干校他们都发工资的呀 他们象征性的干点活啊 他们描绘的那种所谓的牛马般的万般辛苦 跟我们农民比起来 他们的叫干翘活 所以是个立场问题 你是一个受虐的心态 你是一个在旧社会 应该呢 在人上人的那样心态 来看待你呢 去农村去武器干校 毛泽西的女儿李那也去武器干校 而且毛泽西认为 武器干校条件太好了 他让李那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直接到村里面去 你说谁迫害谁 郭宗明说从这个意义上说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高度民主的时代 这种民主呢 不仅是形式上的 更是实质上的 由于大多数人被压迫 被剥削几千年了 所以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文化水平还不够高 政治经验也不丰富 所以这样一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 那样的一个实践 那必然充满了挫折 必然充满了痛苦 必然也有一种探索性 你也可能走完路 所以你说毛泽东时代的种种不是 你未见的都说错 但是你带着仇恨控诉那个年代 你要注意你屁股坐在哪个板凳上 带着仇恨控诉毛泽东的 证明你是坏人 你的良心坏了 我们过来的人就这么看你 你还别辩解 例如一个叫什么物经添泽索的 那个八十多的 说到阿猫阿狗的时候 都温温尔雅 说到毛泽东咬牙切齿的这样的人 他不是证明了毛主席怎么对不起你 是证明了你是坏人 你的灵魂道德乃至良心都叫狗吃了 你才会这么说话的 无论如何 毛主席那个年代是把一个颠倒的历史 重新颠倒过来的一个占星的世界 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高度一致 高度驱同的 不断趋向理想社会的那样一个世界 因此 也是一个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的世界 总有人说 那你们怀念毛主席 你们想怀旧啊 你们想回到过去啊 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 按照郭聪明的这个理解 如果不是无知 那就是蓄意污蔑 蓄意污蔑 你诚心 只有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 对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 充满信心的人 才会怀念毛泽东 那些暗于现状的人 那些破块破摔的人 那些目光短浅的人 那些失去想象力的人 那些很享受居高临下 欺负别人的人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老百姓 那么怀念毛主席 为什么怀念毛主席啊 因为毛泽东时代 是一个多数人 统治少数人的世界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一定要强调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就是我带着个牌牌 一定要斗斯皮修 抑制少数精英 追求自身力 最大化的冲动 一定要防止这些人 重新爬到多数人的头上 一定要防止 重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所以 所以什么呀 所以斗争不可避免 所以有的时候很激烈 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原因 由于缺少正反两反面教训 由于普通的老百姓 缺少足够的政治成熟 中国革命胜利过于辉煌 以至于很多人 赌信一种红色版本的历史终结 这句话是郭聪明的话 这话大有深意 有些人赌信红色版本的历史终结 很多时候 毛主席不得不靠自己 一人之力平衡 整个精英集团 毛主席就叫你们和工农群众 打成一片 他怎么迫害你们了 你们没吃老百姓那么多苦 你们不是完全和老百姓 打成一片的 你们去体验了一下生活 你们象征性的干了一些农活 你们就受不了了 你们就念念不忘 你们在毛主席去世之后 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妖魔化他老人家 你们是有良心的人吗 对这个问题 毛主席当然意识到的这种危险性 他说 毛主席说 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同时他也达官 他坦然 毛主席说物质不灭 不过粉碎罢了 毛主席在长征途中 有词涌叹掉 天欲坠 赖以铸其间 事实上 他又何尝不是阻止天塌地陷的 晴天一注呢 郭松明说 毛主席身后啊 他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 这句话有人会被别人捉住做文章 那你们就做就好了 你们最好把文章做到现实当中 让普通老百姓来听你们做的那些文章 大家最近发现网上有种特殊情况没有 有人在网上 骂门咧咧 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跟他辩论 也就是说 有些精英 有些居高临下的 不把云云众生看成 和他们具有同等生命价值的人的时候 那些人说完的话之后 马上遭到老百姓的抢白 他们把这东西叫民粹主义 我怎么觉得是人民群众的一种觉醒啊 新自由主义肆虐的世界 极度腐朽 合理吗 不合理啊 少生迅速报复 攫取了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 反过来还要污蔑大多数人 是垃圾人口 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正常吗 毛主席去世 全世界的精英都变得肆无忌惮 甚至无恶不作 但毛主席已经证明了 把颠倒的世界 颠倒过来是完全可能的 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 多数人统治 少数人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未来建设这样的世界是必然的 所以怀念毛主席不仅是一种情感 首先是一种政治 怀念毛主席是一种政治 是一种政治态度 是一种政治立场 怀念毛主席就是要从毛主席领导的 一般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 十几年中汲取信心 勇气 还有力量 学到毛主席的理论 经验 方法 然后身体力行 去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 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世界 郭松明的文章独来让我感动 所以我 有感而发 说说我对 郭松明的文章的理解 谢谢郭老师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再说一句 如果您说到毛泽东 如果您靠我很动情地 讲我们对毛主席的理解 您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那就让我们握手吧 就让我们拥抱吧 我们很感谢自己 还有内心深处 这样未免的良心 能够享受到 怀念毛主席的那份 激动和幸福 再见